各个的山东省的这个市啊县啊乡镇都有了这个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些设施 比如青岛把原来准备建一些就是比如说停车场的这商业区的一些地方呢都建成了体育街 所以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呢享受到了这个全运会给他带来的健身的这样的一个快乐 老百姓也特别自豪的就不再说他们是什么街道 而是说我家就住在体育街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体育对人民的生活的方式起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促进 对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屏幕呢已经看到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外呢 马上就要举行这个第11届全运会的点火起跑仪式了 我们把信号接到现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1届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 起跑点火起跑仪式现在开始 出席今天仪式的党活国家领导人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吴邦国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刘奇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陆永祥同志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兆卓同志 现在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致辞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用取自泰山之巅象征国泰民安的火种 点燃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火炬 正式启动以祝福祖国共享全运为主题的全国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将于十月十六日在山东济南隆重开幕 这是北京奥运会残澳会后 我国举办的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 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一次大练兵 是对我国体育整体发展水平的一次检验 是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发挥体育综合效应的综合平台 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参与体育享受体育的又一个盛大节日 一年前我们成功举办了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 团结友谊和平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 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颂 极大的激发了亿万人民的体育热情 极大的振奋了民族精神 今天我们要继续大力弘扬奥运精神 把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 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 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 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 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发扬光大 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做好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我们要通过火炬传递活动 把和谐中国全民全运的理念 传播到大江南北 让全国各族人民 都能够充分地关注全运 享受全运 并以此为契笛 掀起全民健身的新高潮 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古老的泰山将建政这一辉煌历程 同志们 朋友们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 国泰民安的圣火 将把全国人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传遍神州大地 将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谱写华彩篇章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以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的成功举办 以体育事业的新发展 新跨越 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六十华旦献礼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和谐进步 繁荣富强 谢谢大家 请山东省委书记 蒋一康同志 点燃国泰民安 圣火谈 点燃国泰民安 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 吴邦国同志 点燃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一届运动会 火炬传递活动 烛火炬 点燃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轻松 一点 看法 许多 尖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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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授竹火炬 请刘鹏同志 向竹火炬手传递竹火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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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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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